台湾大小是要来关注到 这个有山老鼠是盗取珍贵的牛章木 被警方拦查拒检还一路蛇行逆向 警车是夹急包抄 那么嫌犯不但撞警车 眼见没路可逃还跳车逃逸了 躲进了民宅的阳台里头 事后被警方找到才发现 原来他两年之内是二度犯案 还栽在同一位所长的手里 前方小货车一路逆向警车 鸣笛追车追进了小巷子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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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车中途包抄夹急车头撞毁 没想到货车驾驶自食 跳车逃逸 钻进了民宅后院跑给警察追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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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明远警一前一后一路狂追 气喘吁吁 发现嫌犯就躲藏在民宅阳台 好不容易终于将人压制在地 警方说这嫌犯实在有够眼熟 原来他当山老鼠 被抓一次没学乖再次犯案 5公斤 5公斤 警方从货车车斗车上一共搜出了 五十四块总重六百多公斤的牛樟木 这些全是珍贵木材 山老鼠中性嫌犯被警方埋伏围捕一路追车 胆大不要命不但逆向又撞警车 加上二度犯案被依窃盗加重妨害公务罪 依法松办 接着彭志明皇上父母彭欣苗栗报道 猜犬说今天是他的生日 可以祝福他生日快乐吗 生日快乐 祝你事事顺心身体健康 然后过一个难忘的生日好吗 好 那么这个月的7号呢 在台中有一名未成年的富少 开着百万的名车撞死了女骑士 事发入口呢 被民众爆料说时常是有违规 记者实际到场观察发现 15分钟内有8件的违规 平均每两分钟就有一件 大多是这个逆向待转 闯红灯 违规穿越分隔岛 还有骑士是好几次 差点被撞 闲向还生 警方统计 今年截至目前为止呢 是已经告发了有42件的违规 银色轿车高速超车 往外车道偏移 突然撞击女骑士 还往前行驶100米才停下 女子急救后人无力回天 这是7号凌晨发生的死亡车祸 遭民众指控该路段的违规事件 时常上演 发生死亡车祸的路口 这个巷子其实是双向道 但不少骑士直接出来之后 都逆向的待转 15分钟就有8件的违规 平均两分钟一件 现象还生 可能没有车的时候 他就会直接 违规抢快要过来 他可能会觉得说 对象真的要让他之类的 没出事就没事 他出事的就是你要自己负责 车祸地点位在台中市北区 忠明路上 有多个岔路 一边是大卖场 另一边是国军医院 不少骑士探图方便逆向闯红灯 还有爸爸前面背着孩子逆向 待转 或是把机车当汽车 穿越分隔岛急转 比较不清楚这里要怎么走 如果这里的车子出来 其实很容易撞到 对那他也没有标示说 这里也有一个红绿灯 但也有人反应路口 没有标志 难以辨认 但违规是事实 警方表示会加强执法 抓到机会开罚 从这个还有逆向寻死为主 那我们经过统计 在1010年的部分 已经告发了42件 尤其这个路口上下班车辆多 用户人不要命抢快 违规罚钱是小 万一出意外才真的得不偿失 记者杨靖线 台中采访报道 好 要谢谢宋仲基的斗内 他说第一次看我播新闻啦 谢谢你宋仲基 所以你也看宋仲基的这个韩剧 我最近有在追他的新韩剧 好吗 如果有 欢迎留言告诉我 好 继续回到新闻现场 要来关注到这个台南新营 有一所国中 学生上午上家政课 学这个营养均衡 那么老师为了要增加学习互动呢 所以请学生带了水果等等的食材 达成了香蕉 还有苹果牛奶 那么有10名的学生喝完之后 到了中午 陆续上吐下泻送医治疗 医生诊断呢 可能是食材不新鲜 所以造成了急性肠胃炎 学生一个个走上救护车 手摸肚子不断冒冷汗 因为上吐下泻全身虚弱 话都说不出来紧急送医治疗 在急等室才抽完血 学生又去跑厕所 手夹着卫生纸来回静静出出 总共知名国中身上家政课 准备水果打成香蕉和苹果牛奶 喝完后集体开始上吐下泻 上午餐之后才有 他们才感觉肚子痛 才是健康中心的 当时家政课讲均衡饮食 老师为了增加学习互动 请学生准备水果打果汁 两组同学互相交换食材 但可能水果不新鲜 或是牛奶保存出问题 打成果汁牛奶喝下肚 上吐又下泻 上课的时候使用了一些食材 导致的极性肠胃炎 上腹痛 然后呕吐跟腹穴围烧的一个情况 吃到不干净的东西 诊断是极性肠胃炎 在医院打完点滴 陆续由家长带回家休息 消防致歉 未来家政课会加强管理食材 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